这一分钟你没有人改变了 哇 喝水 能喝好水的是不是 啊 我去三趟 他都没有水 十也没有 十也没有 你说咱这多热呀 喝了一盆啊 这不喝一盆吗 我说他不给水喝嘛 我刚才去屋里他也没有水 这么大一盆全喝了 全汗都在喝一盆 晚上的时候 我们这块的运用大胸的呀 特意去理发店买了个腿子 这个事呢 给我整的十分的感动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们几个准备行动了 但确实呢 不是那么顺利 好死 好死吗 哎呀 还好 我有个意见 咱要不就用剪了把他长毛强弹掉的 你这也剃不掉了 是吧 我们开始给他剃毛 才发现 这条便墓呢 必须把毛全部剃掉 因为他身上太脏了 老毛系毛 纠结在一起 尾巴上还站着大便 那胃啊 都老大了 你这千万千花呀 你看你对不起那么长啊 这呢 后来我们又给他剪了很长时间 但发现呢 确实不行 主要是工具方面受限 再一个呢 剪完之后没法洗澡 我们把车呢 收拾了一下 准备拉着黑白便墓 去市区的送电 给他洗洗澡 踢踢毛 看死的 根本就没想整开啊 啊 你看 那是干啥菜 多水 这汗死的 根本就没想解开吗 这不样 太坏了 不劳损了 这咋长 这根本你看哪能解开 只能是把这块解开给换个不庆的 完全找个人给他把这个 去掉 不用 我看这有的 不是那么长的 你给我 对 对 那你 别的呢 特意像给他做的似的 多水这玩意 不用钱 别都开不了啊 太损了 一切准备就绪 我们也该出发了 因为我们这里离市区太远了 到地方呢 重点也未必能给他洗 我就看东西 这哪是 这哪是 给我洗澡的地方 这不是 这不是美容院吗 说来呢 也挺搞笑 离我们最近的现场 一家宠物链都没有 我们又开了一百五十公里 来到了五位市 下来吧 来 车气让你滑滑的 套上就是 我让你干 他被说了一年了 我们是跟他救回来的 然后之后 我们自己给捡过捡了一下 偷留了 赛上全剃 这脖子毛 你看打铁都已经剃了 这好说歹说呢 宠物店这个小伙 是终于同意给他剃毛了 希望这个黑白变墓 以后的狗生都是平坦的 别再这么扛扛苛刻了 确实是挺可怜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